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每天五个名额 各位今天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是一位 25岁的新潮青年 那么他现在所从事的 这个职业也是当下 比较流行 比较新潮的新媒体主播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男孩子 那么他在择偶方面的要求 是会跟他的性格和职业 一样的时尚新潮 还是相对保守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认识一下他吧 来到韩丽城他们家的高娃娃 看这里面有 他们家29块9 120个币 非常划算的 我们今天看我们 这120个币 能抓多少娃娃 来 你看他们家的娃娃 也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娃娃籍 大家你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收货 收货满满 他们家的真娃娃 真的是特别好抓 大家可以点一下 我们的电影可以来抓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叫刘君 我来自重庆 今年的话是24岁 从事的话是自媒体行业 然后月入的话是13000到15000左右 本期教友男嘉宾刘君 年龄24岁 身高1米73 职业网络博主 月收入13000元到1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现在做自媒体的话 每天就做 从事一些拍摄 然后剪辑 然后到处给商家拍宣传片 还会拍各种的美食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美食博主 有偶尔的话 也会给商家开通直播这些 做一个小主播 当然现在做主播的话 开播时间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现在的粉丝不是很多 然后日后发展方向 也是从 是一个带货主播方向上去发展 然后因为现在的话也在学习 带货主播这一块 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的话 日后还是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性格的话 是一个特别外向的男孩子 然后我特别喜欢跟朋友 经常出去旅游 然后拍照这些的 这是我一个个人爱好 然后最主要是吃 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一个人 像平时我们整个重庆的 各个地方的一些美食 然后基本上都去吃过 然后打开点也基本上都去玩过 整个重庆是基本上都去变了 好 来 欢迎我们的男嘉宾 刘军 对 那旁边这位是 就是我的一个兄弟 我们玩的特别好的 从小到大吧 算是从小到大的吧 刘军我刚给大家介绍说 你现在这个职业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潮的职业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感觉啊 就是只要是做新媒体的 都是挣钱的 对对对 那肯定挣钱 你入这个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肯定是 肯定要是挣钱我才会做这个行业 不挣钱我干嘛做嘛 那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呢 只能说是做的那么一般 也不算特别有成就 只能说能够自己生活吧 你现在是全部是一个人做呢 还是说你有一个团队在做 之前是有一个团队 然后现在解散了 现在是我自己来做了 单枪匹马 对对对 这每个月大概收入有多少钱 也不算太多吧 也就敏感你就不说了啊 一万多点吧 哎呦 哎呀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 要做这个新媒体啊 2000多粉丝就能够有过万的收入 那假以时日的话 那这个未来可期哦 还好还好低调点 你看你朋友这半年或者一年 开始做这个新媒体这个职业之后 通过你跟他的接触 你觉得他这个人变化大不大 还是蛮大的 平时跟他出去玩嘛 都是走哪逛一下就是回家了 现在基本上去一个地方 逛两三个小时拍一些小视频啊 啥的回去 还有自己剪一些成片啊 有些时候他还说 这些东西可以用在他以后的视频里面 这些还是拍摄啊照片啊 这些东西都还是比平时也蛮多了 基本上很少出去把手机拿出来的 现在就基本上出去手机都是玩没电的 才回家的这种 对于自己的事业还是蛮上心的 现在 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刘先生 会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我之前的话有个三段感情经历啊 第一段的话是因为年龄太小了 我们就不说了 第二段的话是因为我们性格原因 在一起的话磨合不来 他不太愿意跟我交流 第三段的话是因为是在异地 然后才分开了 有没有考虑在你们这个行业里边 或者在你身边 在工作当中来找女朋友 有考虑过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有考虑过 但是的话到目前没找到 你们这个职业不是经常都会接触一些美女主播吗 接触是接触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去过头去打招呼 那你来我们节目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我来咱们这个节目的话 我也是希望 因为现在我一个月的话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 你希望能找一个女朋友 能陪我陪着我 然后能支持我 然后在后面的话可以一起的去做 朝这个方向去做 你觉得按照你对你朋友的了解 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子 适合找一个 没事跟他陪他唠唠嗑聊聊天 在事业方面支持他鼓励他那种 回家回家里面 有一个闲内住 对 我的一个择我标准的话 就是希望对方不要太过于内向 至少说能跟我一起的去交流 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面不说 然后也让我去猜 我特别反感觉是女孩子什么都不说 然后自己去猜 然后也希望是女生的话 能是我们本地重庆的 因为我不太愿意去外地 因为我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这些 我去外地来回的话也非常的麻烦 男嘉宾的择我要求 一 不要太内向愿意跟自己交流 二 重庆人 三 支持自己的工作 了解清楚刘先生的基本情况以后 编导立马为他匹配了女嘉宾 就感觉他的工作的话 可能也会需要找一个比较温柔贤 会大方的那种女生 用他自己的话说的话 他需要的是就是对方能够多包容他 然后能够体谅他 然后跟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能够聊得来 是吧 所以这个女孩的性格 本身就比较重要 对 女孩就既不能太外向 但是也能太内敏 那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女嘉宾呢 这个女生你看怎么样 就是这个是她的照片 就长得还挺文静的一个女生 就大家归秀 对 一看上去就是那种乖乖女 然后呢她呢就是性格呢 就是不算太内敏 就是可能和生人会有一点点不太愿意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点慢热 对对对 但事实上这种女孩的话 她的性格就两边都比较拿捏得好 不会说太外向 但是她又不是那种性格真的很内向的 对 而且她的择偶要求的话 我觉得男生还是挺符合的 因为她希望男生就会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就今天这两家宾 她对自己的事业规划什么的 就看得出来挺有想法 挺成熟 而且她在做这个新媒体之前 她自己还做了其他很多的职业 也算是有一定的社会的阅历和经验了 对 而且她的感情经历相对来说 也比较单纯一点 对 也比较单纯 对于女嘉宾的话来说 两个人其实是非常匹配的我觉得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她们 让她们见一面 好的 好的 编导口中这位和刘先生很合适的女生 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本期交友女嘉宾于雪 年龄25岁 身高1米63 职业公司行政 月收入3500元到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喜欢一些电影和服务活动 然后同时的话我也喜欢一些绘画呀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收工啊相关的 然后我个人性格上的话会有一点点内想 但是跟熟悉的人相比起来的话 我会马上都火落起来 然后非常的搞怪 在大学有谈过一段三年的感情 形格上的话 因为她比较喜欢在外面刷 也很喜欢带到去我也一起数据刷 但是我个人的话我喜欢在家里 然后就是长期以来的话 我们这个感情就满满满不和了 我们同样就分开了 好 女嘉宾来了 我们先把她接到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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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鱼 来 你站我旁边来 旁边这一位是 这是我邻居 所以我们平时耍得还好 娘娘也那会儿晓得我一个人有点担心 所以所以陪我一起来了 您还跟邻居关系处得这么好 是啊 而且还耍得好 你就开始忘年交啊 这个年轻人 不是应该跟年轻人在一起 平时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吗 平常我们经常那个走路碰上啊 或者是啊 这个妹妹性格很好的 然后每次都打招呼 很有礼貌 很温柔大方 平常有什么做了好吃的呀 啥的我们就是楼上楼下嘛 都给我们做送去 所以平时阿姨就过上过下的 经常就看到这个小妹妹 对对对 乖巧懂事 是的 很懂事 平时咱们都讲那句话嘛 远亲不如近邻嘛 是的 是的 平常如果我们有什么不舒服啊 这个妹妹就帮忙去 陪着去卫生所啊 看看啊 看看病啊 拿拿药啊 那还是很难得了啊 现在的年轻人里边 还有什么 尊老爱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可是不是说现在所有的年轻人 大家都一定能够做得到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没有把你们家里的什么那些侄子啊 什么那些男孩子介绍给他吗 没有 我们没有失灵的那个侄子啥子 跟他合适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我早就把我们家那个介绍给我们家呢 取过来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对对对 好 今天也辛苦您了啊 装哥跑过来跟着一趟啊 希望今天你能够帮他帮小鱼啊 多参考参考 帮他定夺定夺是吧 因为姜还是老的辣嘛 对不对 那刚刚这个邻居阿姨也讲了很多 咱们小鱼的一些这个个人的情况 不过还是得主要问问你自己 你对于男孩子有什么样的要求没有 我就是希望男孩子能稍微稳重一点就好了 因为我对男孩子的要求非常少 因为我相信就是大家需要磨合嘛 就为了要求性格怎么样的话 也不一定是适合我的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相互磨合 大家比较有耐心一点 稳重一点的话 我们会对这段感情的话 大家都会投入更多 到最后的结局也会比较好 那小鱼你觉得自己属于慢热 还是属于那种见面就熟的 我还是有点慢热的 因为我需要时间更长一点 然后大家了解更深一点 那你需要男孩子 从性格上来带领你吗 我不需要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大家相互磨合的一个事情 就一方面的带领的话 就是对大家都挺累的 好 我感觉得出来 听你说起来的话 就是跟你相处的那个男孩 其实应该 他还是比较放松的 你不会对他有他特别多的这种 要求 对 我希望找到一个成熟 温重 比较有耐心的 比较小顺的 然后关于他的其他方面的话 没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一起搭拼 于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成熟稳重 二 有耐心 三 有孝心 于小姐长得漂亮 性格温柔 刘先生未来可期 也有上进心 综合来看 两人匹配度达到了90% 不知道今天的相亲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待会我们就要跟女孩见面了 怎么见面 你自己有没有想法 因为我的工作 是给张家拍摄 然后做直播这款 我想的话 通过直播的方式和他见面 直播的方式和他见面 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就假装了我在直播的时候去采访他吧 但是前提也得告诉那个女孩子是谁 别找出人了 尴尬了 可以 我觉得你刚刚提的这个建议 还是不错的一个主意 可是我想问一下你 就为什么你会想到说 用这种方式来跟女孩见面 有什么考虑吗 因为我是想造一个 比较能健谈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我通过一个直播的方式 去跟他聊 就知道他是不是 这种能 比较健谈能够聊得开 如果说我去通过直播方式 他都不愿意跟我聊 不愿意没什么话题的话 我觉得的话我们基本上 不能拍过一些相对 可以可以没问题 就是暗中观察一下 对对对 行好吧 那刘主播你先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好好好 把你的直播的这个账号先登录了 行行行 那现在刘主播已经做好准备了 直播打开了没有 打开了 哦 那现在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了 哦 这边已经有粉丝来了 对 没有 哎波子 欢迎你们 我好想跟他们打个招呼 欢迎粉丝 好吧好吧 那这个直播已既然已经开了 接下来就按照我们开始计划的这种方式 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采访一下 咱们今天这个女嘉宾套套套的话 看看他现在个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包括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好吧 因为我们是没有跟他讲 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出场 好吧 那女孩在哪呢 你看 就在我们身后 那个穿蓝色衣服 对对对 蓝色牛仔服的那个女孩 哦 就是我们今天女嘉宾 因为刚刚我跟他讲一下 那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 旁边那一个是邻居阿姨 邻居阿姨 那是邻居阿姨陪她一起来的 好吧 那做好准备 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采访吧 祝你好运去吧 好 美女答案一下 我是一个美食博主 现在在开直播 想采访你一下 不介意吧 可以啊 好 粉丝们 这里我跟美女 这里啊 我想采访一下 就是说 你今天来这个店里面 你对于这个店的口味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口味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我经常来喝 你经常的话 是不是跟男朋友一起来啊 嗯 也没有啊 就是跟普通的一些 女性朋友啊 跟女性朋友啊 对 没跟你男朋友出来啊 看你长这么漂亮 跟男朋友应该都经常跟你出来啊 没有没有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啊 没有 这小姐她觉得没有男朋友啊 哎 你们我们家啊 粉丝啊有当事的 你要不我跟你 不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有缘分的话 大家都会相遇的 有缘分的话 都可以相遇的啊 待会儿我把小姐微信交线啊 你们有时候 看小姐的可以私信我啊 我把小姐介绍给你们 好吧 当时看见男生来直播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怀疑的 但是 我就看见他手机确实在直播 而且他整个人也很真诚 所以我就打消了这个怀疑 这位是您 这是我阿姨 这是阿姨对吧 嗯 阿姨怎么没给阿姨点一杯 没有阿姨她不是很喜欢喝这个 不喜欢喝这个 怎么了小鱼 又有人在采访你啊 嗯 这是偶然遇见的 哦 对对对 我是在采访他 哦哦 开始直播啊 对开始直播的 我怎么刚才听你在找人家要电话呢 哈哈 你他单身嘛 你他单不单身管你什么事啊 你是美食博主吗 你怎么强补我的生意啊 是吧 又不是乡亲博主 哈哈哈 小鱼 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你要电话 嗯 他说他是做美食博主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 嗯 你有没有男朋友关他什么事 嗯 我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哦 来吧来吧 我们站起来试一下啊 好 感觉男嘉宾第一项很随和 整个人笑呵呵的 就挺好的 男嘉宾的身高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需要一个 比我稍微高一点点的人 然后男嘉宾的外型 最开始我觉得他非常随和 虽然就是不是很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吧 但是也是很给人好感的 嗯 因为说就开始了我自己直播相似 方式去跟他打招呼了 他也很大方的就接受了 感觉他这人还是挺好说话的 然后也特别的温柔 是我那种喜欢的一个类型 好吧 既然刚刚我们已经亮明身份了啊 那接下来我就给小鱼和阿姨稍微解释一下啊 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但是他的工作啊 他是做美食主播的 就是做新媒体的啊 所以刚刚呢他也是想借这样的一种机会 来和你见面啊 顺带的就是从侧面了解一下你的个人问题 就是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 刚刚那一段采访呢 其实呢是咱们男嘉宾 就是借工作这个机会的一个采访 是比较官方的采访啊 那么接下来你们就应该像相亲一样啊 更多的生活当中的问题互相了解一下 好吧 余小姐温柔好说话的性格 让刘先生十分满意 在接下来的了解中 刘先生也是十分直接的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美丽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平时做这个新媒体行业 然后大半时间会在一个工作上比较忙碌 可能说以后再如果说 假如说我们是在一起的一个相处的阶段 可能说就没有太多专门的一个时间去陪你 你这边的话你会不会介意 我其实不介意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大家个人生活啊 来自于工作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嘛 而且你忙于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现在大家都忙于工作嘛 时间问题可能算得担待一下 那你是每一天都这么忙吗 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因为我相信这个也需要一定的相处的时间吧 休息时间的话我自己也说不太准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话是商家说 让我们去拍摄 我们就肯定要去拍摄 休息时有时候休息就把人说今天休息 可能今天就休息 这个真的说不准 但休息时间也是有的 这只能说是 节假日的话基本上 节假日肯定是有休息时间的 哦 节假日也可以啊 因为我也希望大家有各自的空间嘛 有一定的相处时间就够了 嗯 还挺好的就这样 对 因为我就是担心 你这些人会接夜 而现在的人都比较独立 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我朋友平时工作嘛 他也是在户外商圈啊 景点啊这些地方 就是与商家的那种出去 到时候你也可以一起啊 就公费旅游啊啥的都是可以的 哎 还是蛮不错的 嗯 还挺起来是挺好的 嗯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 也会喜欢出去玩一下 因为我比较不太喜欢 去人太多的地方 我喜欢去一些人比较少的啊 因为我更注重这个旅行的体验感 那你跟他一起的话 那体验感应该会很足的 他一个地方都待很久的 拍照啊 仿佛的拍照啊 这玩那玩的 一个圆博园的逛好几圈的那种 于小姐能够支持自己工作这一点 让刘先生十分开心 而接下来的这个话题 更是让刘先生对于小姐的满意度 直线上升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是重庆土层的人吗 还是是郊区的 嗯 我是重庆区县的 重庆区县的 我是重庆土层的 那你是准备 未来还是一直在重庆发展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就是重庆的本地人嘛 大概率的情况下 我还是留在重庆的 会留在重庆的 那还是很好 因为我这为了一个发现就是 希望我的另一半会 一直在重庆 重庆的本地的 区县那些无所谓 只要是重庆本地的就行 你也是重庆的 对 我是重庆的 你也是重庆区县的 我也是属于区县 但是未来的 我的工作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肯定还是想在重庆主城 买一套房子 在重庆主城住下去 因为我年轻人嘛 都喜欢在大城市里面生活 对 现在已经住习惯了嘛 是的 是的 如果回到农村的话 可能会有些不太习惯的 对 我也想如果在重庆主城 有套房子 那对未来的孩子的教育 和一些其他方面 也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是的 所以说我的未来的话 我打算是一直在重庆待着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也希望以后 在重庆主城的话 就能有套自己的房子 相同的奋斗目标 让两人相谈甚欢 这时一旁的阿姨坐不住了 那个小伙子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工作那么忙 那你收入是多少呢 这个收入的话 怎么说呢 在可能说在正常人眼里面 可能说是比较偏高的 但我觉得是在整个行业 我做这个行业的话 只要偏低一个月的话 也就一万多块钱 我觉得的话 这个只能算是 最低的一个收入了 目前 就是你这个工作呢 我们老年人也不是太了解 就想问你这个工作它稳定吗 不会做一段时间就 那个没有了 就失业了吧 怎么说这个短视频这个呢 它是一个趋势 它也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 因为在未来啊 它肯定都是以一个视频的形式 这样去展现 所以这短视频行业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都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趋势 不会是说失业症 只会说越来越好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业呢 它也不像那些公务员那么稳定 什么有稳定的收入啊 有开支这些 我们这个呢 就是你自己付出多少 你才能得到多少 如果说你不去做了 可能说那一天都没有收入 那一个月都没收 这个了 这个是考验前 取以自己收入来源的 真的很正常 这份工作是 男嘉宾自己选择的工作 我相信他在里面 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 如果他想要做好的话 只要他愿意努力 都是可以做好的 我还是很相信他的 刘先生对工作的态度 于小姐还是很认可的 男嘉宾我今天看你 也带了你的朋友来 你跟他是几年的朋友 我认识七八年了吧 那你一定很了解他吧 就是我对他有一点点好奇 觉得他性格怎么样呢 性格还是很开朗的 我们出去玩的话 他还是很放得开的一个人 那如果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有分歧怎么办 比如说他想去一个地方 但是你们想去另一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考虑时间 来回到时间还有远近 还有去那边能玩到什么 然后去这边能玩到什么 然后相互比较 然后最后来决定 适合去哪里更好一点 你们都是比较理智的是不是 对比较理智的 一般都是不会发生什么争吵 基本上不会的 那挺好的 一般来说我朋友还是对什么事情 不管是对朋友还是父母 还是有所谓有效的互相 就是有商有良的那种嘛 他不会说什么一遇孤行 做什么事不给其他人商量 就自己去做了 麻木地去干了 他还是会和周围的朋友说一下 商讨一下这个事情该不该做 做了有什么好处之类的 亲友团酸说他的性格 不是独断专行的那一类的 但是还是要看实际相处中 这个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看来想让余小姐相信刘先生 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光靠亲友团的夸奖是不行的 还得刘先生自己出马呀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你平时的话出去玩的话 需不喜欢拍照啊 拍视频这些啊 有时候也会拍一些 因为有一些回忌嘛 我也想留存下来 今天这个天气也是难得 一个这么好的天气 重新的话 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要不我们出去拍下照看一下 也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们走吧 好 因为我的要求并不高 然后看中的话 只能看中一个人的感觉 然后跟大家聊天下的话 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的放松 然后是我那种 喜欢的一个类型的 带他去拍照的话 就是想制造更多的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机会 然后更多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机会 是要更多的去了解他 好 来来来来四位哈 哎呦来 我面朝大家 小刘觉得聊的怎么样 聊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现在出来的话就准备先带他去拍拍照 哦这个是他擅长的 是吧 平时搞直播 应该拍照也很专业的 那行吧 呃 女嘉宾愿意赏个脸 嗯 当一下模特 还是愿意的 让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点美照 到时候这个放在手机里边也可以 传给朋友也可以 那天气也这么好 那我们就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单独相处一下 好不好 那兄弟和阿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去吧去吧 你们自己去找景吧 我道歉你啊 刘先生开心的带着于小姐去拍照 而留下的亲友团们却十分担忧两人 你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觉得挺好的 比较稳重 也挺有事业心的 因为小鱼是给我们说 他想找一个就是稳重的男孩子 对吧 然后也比较关心体贴他的 按照您的这个眼光来看 你觉得这个男孩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还行 还能能达到他 好 我也问一下兄弟啊 就是你刚刚在旁边听了以后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担心这个女孩子是真的不介意我朋友 平时很忙吗 确实我朋友确实有些时候 大半夜才回来出去剪视频拍照 可能第二天才回来都有这种可能 因为女孩子嘛 多棒还是希望男朋友能够多陪陪自己 安全感嘛对不对 要给叔嘛 你说我谈恋爱之前也是一个人 谈了恋爱我还是一个人 你今天忙你自己的 就很多女孩子就受不了对吧 那我谈恋爱干嘛对吧 对那是 如果说他是为了工作忙一点也没啥 但是休息时间呢 尽量能抽就是陪女孩子 该陪的时候还是尽量陪一下比较好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年轻人嘛 还是以事业为主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不打拼 是 那以后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朋友平时确实很忙 然后家里面也肯定乱招招 他也需要一个闲内住 对对对 真的女孩子平时会做点好吃的 什么收拾一下家务 这方面不是很确定 明白对 所以阿姨就是咱们小鱼 到底是不是一个这种 刚刚她讲的贤惠的 懂得超吃家的这样的一个闲内住 这个你们放心 她平常你看都是做了菜啊 还是好吃都拿来给我们吃 那她以后肯定是个很好的咸味做 阿姨都吃过她做的菜 那是蛮不错的 阿姨最开始知道 他们那个楼洞里边有这个姑娘 就是因为经常在家里闻到她做的饭菜香 还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年轻人一般来讲都是自己会比较的 点外卖多了 就大家都不会做 要么就是懒 东方都是点外卖 但是这个小鱼她在这个做家务 特别是做饭菜这一方面 还居然能够得到长辈的肯定 好 这个就是实力的保证 是不是对 真的真的不错 行吧 我就大概也了解了两位的想法 就是还是总体来讲 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都有一些自己的 可能不确定的这个一些因素 对 那我相信他们可能 待会自己拍照的过程当中 看他们会不会也会 跟对方聊到这个问题 能不能打消这些顾虑 总体感觉他们两个还是很有可能的 以后还是时间嘛 慢慢磨合一下 渐渐的自己有什么缺点啊什么的 都给自己对方展示了之后 慢慢的时间来磨合 看一下应该以后相处起来 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还是今天能牵涉成功的 还是很看好他们的 亲友团这前后态度转变得很快啊 对于于小姐能否是个闲内助 其实刘先生自己也很关心 你平时的话你是自己做饭 还是点外卖啊 我一般喜欢自己做 你呢 我也是自己做 你做得好吗 肯定好啊 我爸是五级新级厨师 然后厨师正的 从小就叫我做饭 那你从小应该都很幸福啊 小时候是很幸福 都跟我爸做饭 然后长大以后就是自己做饭 真的 像你平时的话 你有经常点外卖这些吗 我一般不怎么点 但是有时候也会点 因为外卖嘛 就是有时候它做出来 味道会比自己做出来 味道要好一些 嗯 像我平时的话 如果说没有出去探店的话 在家里面都是自己做饭 我基本上不点外卖的 哎 你一般喜欢做什么菜 我最喜欢拿出来的是红烧肉 红烧肉 对对对 红烧肉挺好吃的 我也喜欢做 对 像我做的红烧肉 就比较偏辣一点 我喜欢吃那种就是湖南那种的 有点微微辣的那种口味的 因为我在湖南里待了一段时间 比较喜欢吃哈曼街的那个红烧肉 红烧肉 我记得有甜口的 其实甜口的也挺好吃的 对甜口的也有 但湖南的哈曼有 湖南的红烧肉会带一点点微辣那种的 但你说辣也不算辣 但湖南口味就不算辣 湖南菜挺好吃的 我也喜欢吃那种辣的 我还在网上学过 对还有一个 或者那个名菜 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 对对对 他会做饭的这一项目 真的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特别喜欢吃 如果是要给他打分的话 我肯定打个十分的 非常满意的 刘先生对于小姐的喜欢 不言而喻 为了最终能够抱得美人归 刘先生开始展示自己的魅力了 正好前面要发点 要我们进去拍你洋装照 那要看你拍照的技术了 那肯定够关了 绝对不让你满意 走吧走吧 开不开美颜 这个应该也不知道 你平时喜欢拍照吗 我觉得还好 还好吧 有一些时候还是值得回忆的 要留下来一个课 对就这样 那你平时喜欢拍视频这些吗 我肯定不像你们这种专业的 拍的那么好 那我给你拍一颗视频吧 对你就拿着花 然后拿起来 然后闻一下 我说开始 你就开始好吧 好 来 不单只是照片 看来刘先生很用心呢 其实我的工作品质 就像这样进去拍照 然后录视频 然后都出来 我还是第一次了解你们的 你以前就是看着别人 就拍视频就完了是不是 就是大家看见的都是成品 嗯 成品都已经非常好了 对对对 没有想到后面会这么回事 是的 它会有很多片段拼接起来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步驟都是一个拍照的素材 就比如我们现在走路 我都可以给你拍一个素材的 真的吗 对的 来你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给你拍 我说开始你就走好吧 好 好 三二一 走 停 然后你再摸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就是往上走 抚摸这个强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好 来 她拍视频和拍照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个工作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相信她对她的工作也是非常认真的 刘先生认真的态度让云小姐很满意 而接下来她的一个小举动 更是为她加分不少 那我们去那边坐一下吧 因为我有点问题我想问你 可以可以可以 走吧 就这儿吧 行 等一下 有点脏 正好我戴纸巾擦一下 你随身都戴纸巾啊 纸巾的话基本上是出门必带的 我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都用我倒 好 很少有男生准备到这么细子 还好吧 然后我再给你垫一张吧 好 好 我在这边坐 好 谢谢 细心的男生很加分哦 不知道余小姐想问刘先生什么问题呢 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因为我看你做这个行业的话 应该平时接触女生还挺多的吧 做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女生周围 嗯 她们 那你为什么没有谈恋爱呢 这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 怎么说 相信一个缘分吧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大家 我经常出来见面呢 我就觉得 不是很合适的感觉 嗯 是哪里不合适呢 大家都是合作伙伴啊 朋友这些的 大家出来玩的话 会更好一点 哦 也就是说 你还是有欣赏她们的地方 但是因为是工作伙伴 所以就没有继一步了 嗯 也不能是这么说吧 我的一个要求还不高 但正好 就是这个要求的话 就太过于注重一个感觉了 我就注重一个 因为跟她们在一起 我没找不到一个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啊 只能说做一个朋友 不能太过于相近的 嗯 那你想找什么感觉的 嗯 我怎么感觉的话 这个你要我说的话 我真受不上来 我都觉得啊 只要两个人聊到来 然后有一个什么 共同的话题啊 还是什么 兴趣爱好之类的 啊 这样子就特别好了 虽然男嘉宾很诚实 但是关于她工作环境的话 她们难免会遇到 非常多的女生 这个作为女生的话 就是不可能不介意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她自己的 处理方法和态度 虽然你说你工作的伙伴 你是没有考虑交往的 但是你工作的话 没 会接触很多女性 对不对 是会接触很多女性 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怎么给你的另一半安全感 这个呢 其实也没得到问题啊 就是说平时我如果是去出门的话 我也会肯定会给她说 然后我去哪里 哪里 然后如果说她愿意的话 我肯定也愿意带她一起去 跟我的工作地方 一起去探电啊 一起拍照这些的 如果说我另一半不愿意去了 没时间的 我也会工作至于 我会给她打视频电话 看到我在哪里哪里 跟谁合作 这些其实我觉得啊 这些都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只要我觉得 只要我对你足够坦诚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就是对方 占用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空间了吗 嗯 我不会觉得啊 因为你打个电话 然后发个消息 要不了多久 又不是一个两个小时 最多几分钟的时间 对工作呢 没太大影响 嗯 那像你说的 就是你出去工作的时候 也可以把对方带在一起 嗯 那么对方的话 你是怎么保证 要对方跟你一起的时候 就是一个状态呢 因为他跟你一起工作 他对你的工作 又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又想跟你在一起呢 嗯 这很简单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 就是拍吃的 拍这些环境那些 他可以当作我一个模特 都可以的 我会把他当作我视频的一个模特 一个取景的人物 你会让他参与进来 对对 我会让他参与进来 嗯 不会让他完全把帮到一边的 如果说出来了 他不愿意跟我参与进来的话 他也可以在旁边来吃 或者玩拍照 这些都可以的 既然他来了 我肯定会照顾好他 不会让他一个人在那里 关于安全感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回答的比较周全的 如果真的能按照他说的话 嗯 那还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男友 其实的话我觉得啊 两个人在一起了 问题在一起了 就是这样出来了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而不是逃避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不说的话 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因为大家都是付出了感情的 就是也希望有一段 比较好的结果吧 对对对 我就希望这 这一半能 有什么事能给我沟通 不要什么事藏在心里面 这如果对方跟你沟通的话 你会改正吗 嗯 就是比如说一些问题 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是对方觉得有问题的吗 我会吸取他的一个意见 然后从自身去寻找 是否真的真的存在这个问题 嗯 但如果是就是太觉得有问题 但是你自己觉得其实问题不大 然后但是你会改吗 改肯定是会改 我会酌情地去改 而不是说一味道是惯着他 然后如果说你让我改什么都改什么 那我完全活的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 而是活在他这个世界了 我对我自己可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的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哦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定的自我 对对对 嗯 那也挺好的 关于感情态度的话 我觉得男嘉宾跟我还是比较合的 我们都是倾向于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逃避问题 这一番了解下来 余小姐对刘先生是越来越满意 可是就在关键的时刻 刘先生却拉着兄弟单独拍起了照 将余小姐抛制在脑后 今天的相亲还能成功吗 那经过了今天一天的相处 接下来要是我们最后的选择的环节了 所以现在把你们叫到一起 在选择之前我们想问一下 双方还有没有什么想对对方表达的话 我有一句话想对你交边说 嗯 好 那我把这个时间交给你啊 嗯 好 我们俩今天先是从一天的 然后我们刚刚出去不是拍的照片视频吗 然后我现在已经剪出了 我给你看一下吧 来 你看一下 今天见你的第一眼感觉你非常的漂亮 你比这些的花都要好看 当你说你会做饭这一点呢 真的是非常喜欢 因为我也是一个食物啊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吃你做的饭 你的笑容真的非常甜美 非常治愈 我非常的喜欢 还是蛮惊喜的 因为没有想到男嘉宾能够做出这样的视频呢 就是也还是很感动 我看到有些片段刚刚我们店没有拍 你是专门去补的吗 对的 是刚刚去补的 我还是感觉很惊喜 很感动 今天跟你先说一天的 然后拍的一些视频的话 就是想说的话都在这个视频里 虽然短短几十秒 但都是我想说的话 包括未来还有很多话想说 但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好 来 两位我们先朝大家 相信呢 刚刚呢 小玉已经看到了这个视频 这个算是我们今天男嘉宾的 一段告白的视频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做得非常的用心 既体现出了自己的专业性 当然更多的体现出了自己对于女嘉宾的真情 那相信呢 刚刚小玉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也看到了男孩在这个视频当中最后 自己摆出了一个淘心 这是他的一个告白 那我相信也是一个邀约吧 那么最后选择的方式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 男嘉宾你就像刚刚在视频当中一样 摆出一个淘心 不过你用你的左手摆出淘心的左侧 那如果女嘉宾你愿意选择她的话 就请你用你的右手去拼凑出 这个完整的淘心 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离开了 男嘉宾继续去等待 生命当中出现的另一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女孩最后的选择吧 最后看一下女孩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3 2 1 请选择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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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很想让你们保持这个姿势 对不对 因为拼凑出来的淘心 就不要再分开了 对吧 但是好像是有点累是吧 有点手酸 好 再次恭喜 这样我们把亲友团也请进来 阿姨 男嘉宾的朋友来一起 那最后因为是个大团圆的结尾 所以一定得让今天亲友团 也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画面当中来 那首先还是恭喜 当然我觉得刚刚拼凑出来这个淘心 代表着你们要开始尝试 要真正的走到一起 我希望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你们也就如同刚刚拼凑出的淘心一样 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努力 去拼凑一个未来美好的生活 最后阿姨 你还有没有什么 要对男嘉宾交代的地方 希望你以后对他 真心实意的对他 各方面都 他是美美嘛 要多照顾一些 希望你以后也跟吴嘉宾一样 要尊老爱幼 经常到邻居家里去做做客 兄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两个人就好好的在一起嘛 相互照顾 相互关心 以后同舟共进 好 那最后我们再用掌声祝贺一下他们 恭喜恭喜 牵手成功 那我们电视间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库西京城二楼 反而由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